西部战区某团画物连,自成立至今享誉满满,走进该连荣誉室,悬挂在墙上错落有志的奖牌,展示着耀眼的荣誉,一幅幅珍贵的照片,记录着该连之风目与,艰行艰长的成长历程,挂满姓名的荣誉术,见证着一名名优秀官兵的成才之路。 这个女兵连是怎样做到的?将不然,则三军不轻,将不勇,则三军不锐,果不其然,她们的连长指导员不一般,连长包领语,战士体干,性格沉稳,干练,是土生土长的一连人。 专专业技术过硬,拥有丰富的带兵经验,从青色的一道拐到现在的一杠三星,她一直坚守在这里,她总说自己的军旅既单调又丰富,没有挪过地,但也是这小小的三水鸡排,将我一步步成长,尝遍酸甜苦辣,丰富了我整个军旅。 指导员陈永恒,军队院校毕业,性格外向,思维活跃,理论这是扎实,是行走的或字典,刚从军队院校毕业分到连队的她,没有基层带兵经验,不懂专业,不会业务,这些都让她水土不服,而不怕累凭着这个信念,从不会到会,她一步一个脚印,从化物门外汉到二号台分队长,从分队长的副指导, 从复指导的指导员,她又努力走出了自己的灿烂军旅,2012年,他们在化物林相聚,相仿的年龄,共同的梦想,让他们相互鼓励,从担任三队长到成为连队主官,他们两人一路相伴,勤力合作,互相补台,演好了将向和,唱响了团结歌,自二人担任连队主官以来, 改联被中央军委表扎完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,被共青团中央表扎完全国五四红企团支部, 容力集体二等功一次,容力集体三等功,一次,每年被评为减刑强军目标调兵基层班,为何军事训练一级单位, 并在2017年因工作表现突出两人同时容力个人三等功,携手创家计,竖起好样子。 在2015年,两人相继当上母亲,而此时全军联合训练研讨活动进罗命谷的展开了, 还是不如记得的连长王凌宇被提前召回,接到命令后的他没有一丝犹豫,立马收拾情装, 第二天一早便带领多名义务骨干,加强道歉去进行随行保障, 近一个月坚守在保障一线,手指敲肿了,嗓子沙哑了也毫无冤言。 指导员陈永恒留守联队,军事正攻,一手抓,面对一天一千多件的大化物量, 他不仅要带头只手机房进行后方保障,还有避开展量学一座学习教育, 成立党员先锋队,党员事发岗,形成党员带团员,促权员的浓厚氛围, 并兼固缓解官兵心理压力,适时开吓思想引导, 在他们两人的共同努力下,该连不仅顺利完成了保障任务, 获得了升级认可,更在两学一座专项巡视中, 获得全军第一的好成绩,朴朱同心曲,唱响强军歌, 作为连队的主辛苦,必须要有管理连队全面工作的能力, 否则遇到特殊矛盾就解决不了, 遇到分外的事就玩不转,正是这一论时, 让他们两人分工不分家,相互学习,互通融物, 连长出差集训时,指导员就主动靠上来抓军事训练, 指导员学习休假时,连长便负责抓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, 有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亲密合作,互相补谈, 两人在工作中发生矛盾时,都能以大局为重,互相通缉协商,妥善处理。 2018年年初,新军事训练大纲, 对连队女兵的体能带来了挑战, 连长要求全联提高训练强度, 加长训练时间, 可指导员学的24小时的直勤, 日常的专业训练和体能训练以及各项任务保障, 已经让官兵感到压力大,任务重。 如果再不顾官兵身心健康, 一味加强训练, 官兵肯定吃不消, 军事训练不能放松, 官兵身心健康不能不顾, 面对意见分歧, 两人坐下来结合联队现状认真奔系后达成共识, 军事训练, 官兵身心都要管,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, 连长在上网寻找有效的训练方式, 严格组训, 科学试训, 指导员除在节假月组织看电影, K歌等娱乐活动吧, 还组织拓展游戏为大家解压, 他们完美的配合, 既提升了训练成绩, 又照顾了官兵的身心健康, 做到了训练休息两步, 真情暖兵心, 架起连心桥, 把战士放在心上是每个带兵人都熟知的定理, 但是怎样才算把兵放在心上, 这是每个带兵人必学的客气, 指导员陈永恒开玩笑说, 操估了片盘的心, 但却是他们的真实写照, 从基本的仪式住行到业务能力, 个人发展在当女孩子的心思变化, 只要是与战士相欢道, 事无举系, 他们都为官兵想到, 做到, 考虑到, 多年的带兵心得, 让王林宇和陈永恒, 认识到连队建设, 不能只靠某个人或某些人, 必须靠连队每一名官兵, 做到全联上下心相通, 气相同, 力相容, 才能把部队建设好,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, 他们总说, 连队是个大舞台, 人人都能当主角, 要让每名同志, 都能在连队发挥自己的作用, 找到自己的价值, 因此他们始终坚持, 带兵带思想到带兵思路, 培养出了四名生长军官, 和十四名士官学员, 2017年1月, 因为任务需要, 要抽调几名同志, 加强到其他连队工作, 但这几名战士却不愿意离开, 因为这里不仅有一起奋斗的战友, 姐妹, 还因为这里有家的感觉, 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, 发挥自己的作用, 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, 所以即便是工作任务重, 压力大, 战士们也不愿意离开, 经过连长和指导员那新的开导, 他们接受了将离开连队的事实, 并表示会将连队好的作风带到新单位, 干好本职工作, 毕举泰山仪, 家和万世新, 他们的付出, 收获的是官兵的任何和满满的荣誉, 连长汪凌宇说, 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人心都是肉掌的, 只有干部把战士放在心上, 对战士负责, 与战士倾心相待, 战士才会把连队放在心上, 把责任抗在肩上, 把任务放在心上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,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